大家好,欢迎收看《坡目为户》解除三国沙 今天第一场又是一个忠诚处在最远的 离祖宫最远的五号位 看看我们会选谁呢 祖宫选择了放拳小胖子 只顾着玩人小鸟 是吧,那个把干活让别人干 好,我们选择了曹璋 曹璋这个武将出场率 在我的视频里出场率还是比较低的 不管是主视角还是副视角 是吧,好不容易有一个曹璋的视角 给大家放一放 看看我们这位叔叔中发挥如何 好,小胖比较低调 贾许一个黑桃过拆八号位置 应该是跳了一个忠诚 连着两个拆 好,我们看看中瑶 在贾许拆主持的时候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这是非常正常的 是吧,贾许就砍了一刀 这个借陆逊黑桃七的杀 中瑶也没有做反应 这种玩法是正确的 一开始你不要随便给别人瞎补牌 万一资敌了 这个非常的划不来 好,陆逊这个位置开一个五谷 是比较偏反的了 是吧,他拿了一个黑桃的简易码 看看中瑶会不会给到牌 我们抢了一个无中生友 我们现在这手上的牌 有两个装备还是不错的 又有一个无中可以开 待会要不要爆发一轮呢 还是要低调一轮呢 我觉得都行 关键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反应在哪 刚刚说不知道反应在哪 就出来了一个中瑶 在陆逊装简易码的时候 没有给陆逊补牌 那确实有点偏中 是吧,当然也不一定 先给他标一个中再说 好,我们选择了 不动,猥琐 直接裸摸 裸摸三张 这个奋力降持 好,我们仗了有八卦阵 把伞给扔了 手上留了这四张比较暴力的牌 好,我们的法阵跳了一个反 一看中瑶再次对自己 挂黑道装备没有反应 肯定是把中瑶当忠臣 往死里摁了 好,我们看黄盖 如果是忠臣的话 法阵会比较痛苦 但是黄盖是反贼 中瑶现在拉到了全场的仇恨 是吧 好,黄盖这个红沙 他火攻了中瑶,虚晃了下 然后红沙又去杀主攻 这个打的有点莫名其妙 这种情况下 主攻肯定是觉醒了 场上都是三血四血的 主攻打了三血 主攻肯定是觉醒了 好,佐茨这一跳反应 场上身份就出来了 当然之前就已经出来了 小胖直接觉醒 五上线四绝 然后黑桃装备挂 这个青龙夜夜刀是中瑶传定给小胖的 是吧 佐茨杀中瑶的时候 中瑶把青龙夜夜刀当伞 放在排队顶 被小胖给拿过去了 好,那贾徐要来砍反贼 看看起一个伞过 路绳会不会爆发一下力 看看这一个黑顺手 中瑶表示毫无压力 只不过盾被抢去了 虽然补了一下牌 好,又是一个黑桃的杀 这个中瑶再次给小胖补 这个反贼的激活点呢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比较的混乱 打得非常的混乱 这个黄盖要么你打中瑶吧 他又去杀这个小胖 这个陆逊也是 把中瑶的防剧吓了 他也去杀这个小胖 小胖现在无血无牌 刚刚的是吧 而且中瑶还是个奶妈 要这种情况下 要去推主攻的话 我觉得反贼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我们又比较猥琐 这回没有直接发动降词 少摸一张 但是我们只要靠着中瑶的帮忙 是吧 又来了一个灌石斧 这个灌石斧九杀下去 黄盖就有点悲剧了 大家看我们把伞灌出去留一个杀 因为我们有八卦 目前来说不用担心断伞的问题 好,这个法则比较诡异的 找贾许去砍中瑶 给贾许补两张牌 让贾许出一个杀 这样的话 这个收益实际上还是个负一的收益 等于自己少摸两张 让贾许多摸两张 这是个负四的收益 是吧 然后贾许再用一个杀 掉了中瑶一滴血 然后撞回了一个正三的收益 总体来说还是一个负一的收益 好,我们看见 我们最后留一个杀 是多么的经典的动作 黄盖看着我们一张牌 结果找我们决斗 被我们直接给拍死了 好,这时候中瑶又把决斗 放在排队里 把决斗传递给了小胖 这时候反者已经明白过来 强推小胖 不大可能 这么强大 无血无牌 而且还有个奶妈中瑶 终于把苗头 掉转枪口 只枪了中瑶了 好,中瑶把决斗传递给小胖 小胖把路神这一杀 这一决斗 哎呦,结果被无限了 是吧 这小胖很聪明 先用过河拆桥 把路神的手牌骗到头顶上 是吧 把他的人光盾拆了 然后又杀又决斗 准备搞死路神 结果被佐词阻止了 好,我们看 甲许应该是跳内奸的意思 把我们的武器抢了 反正有两个武器 他不去搞 就搞我们的武器 应该十有八九是内奸了 好,我们再看看中瑶是怎么搞 怎么个玩法 咦,这个铁锁连环是个黑桃 中瑶又可以摸一张牌 现在这个佐滴 以前发动频率就够高的了 现在这个黑桃装备 也可以发动左地 中瑶的能力又增强了 好,大家看见没有 大家 这个不是大家 佐词和法阵 都想办法在激活中瑶的时候 陆续为了联营 去激活主攻 是吧 这是反贼的火力 再次发生了分歧 好,中瑶把一个梅花的铁锁连环 放在排队里面了 明显是给我们福利了 我们这个铁锁是直接肯定是天盼梅花 直接过 我们现在没杀了 肯定是多摸一张 是吧 肯定不会少摸 好,是时候把装备一挂 这个藤甲就别挂了 虽然这个藤甲是个黑桃 可以补张牌 但是八卦毕竟是好东西 没必要这个时候把八卦给搞掉 毕竟敌人还很多 三个反一个类都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时候挂藤甲就有点做事的意味 好 法阵再次这么玩 再次这么玩 就不一定是刚才的副手艺了 是吧 因为内奸 他现在他的战位有点模糊 这时候法阵再去跟贾许配合 说不定贾许拿了牌去杀忠诚的话 法阵作为反者也没有特别的亏 好 我们直接怕主攻被批 这主攻一被批 那是一个主攻两个忠诚全被批 是吧 我们赶紧果断的打出无限 好 看主攻这个杀 能不能把陆迅杀死 杀死的话这个闪电也就断了 可惜 这是法阵 从库堂里逃出了一个桃子 看看贾许要不要把陆迅给玩杀掉 贾许也非常的猥琐 来一个大铁锁 这个除了法阵跟贾许 其他人全部在铁锁上 这个闪电一批就有点犀利了 是吧 我们希望千万不要被随便批 陆迅肯定是要玩一下的 他只有一张牌 只能多补一张 闪电没有判中 好 大家知道这个忠摇实际上也是一个判官 也是一个判官 但是 但是大家都在铁锁上 他这个判官有点头疼 他只能判我们下家的是吧 他要批这个法阵 要批这个贾许 还是比较难的 何妄这是个黑闪电 还批不了贾许 这个情况没有那么容易 好 牧神来了一个木牛马 开始爆发了 摸了这么多牌 终于停止了 也重要 自己没有被填判这个闪电 好 看看他怎么玩 他现在想吃桃子回血的话 他千万不要用这个青钢剑 来当桃子用 他也不能用这个青钢剑来活泼 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牌 估计中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直接弃牌过 因为你看他没有别的黑色飞机本牌 他如果用这个青钢剑的话 肯定是会批到我们的 这一批到我们 这个只能是便宜内奸 待会是主攻被批成凉血 法阵满血 这个贾许满血 其他人都麻烦了 好 那大家记住 现在这个情况是谁 在闪电下面 是法阵在闪电下面 是吧 如果这时候中瑶能够发动活泼的话 这个闪电是可以批这个法阵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看见没有主持角玩家非常的机智 刚才中瑶是不敢活泼 怕批我们 现在他可以放心的活泼了 这时候我们杀中瑶 让中瑶把这个黑桃六的青钢剑 放在排队顶 这样的话 他就变成了法阵的判定 这个这一招玩的相当的犀利 直接把法阵给批死了 是吧 当然这样批死的结果 是中瑶也虚了 这个中瑶这个自己也只剩一血一排 估计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排 呦 这个过河拆桥拆了一个伞 不知道是中瑶随机摸一张牌 还能不能完成 能不能躲过这个外界 他是不能用活泼出伞 但是可以出酒和桃子 是吧 好 哎呀 这个杀下去 什么叫倒了没 倒下了 哎呦 他这个酒 他干嘛不喝呢 他怕甲雪玩杀他 他可能等着这个主攻有桃子 是吧 但是人家还有一放权 这里何必呢 中瑶有点想多了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进入了欢乐二维二 小胖对曹章 这个欢乐二维二 我们有诸葛连鲁存了三杀 三个杀 哎呦 这个蓝蛮下去 我们犹豫了一下 还是出了杀 保证自己的血量 毕竟甲雪乱舞也没开 这个怪之斧不知道他有多少火力 好 这种情况下 我们直接哎呀 裸摸两张就是两个杀呀 这直接四个杀 拍向甲雪 我看你扛不扛得住 看甲雪没有扛住 倒下了自己还续抱了一个蓝怒心 这个 这结果在我们连鲁朝章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虽然正式变为二打一 这个二打一 咱们仅遵附训 就把这个佐茨给遵死 是吧 还是把它装备一拆 一乐住 下一回再仅遵附训 每次每回合多一收益 非常的犀利 好 佐茨被这个乐 只要不够乐 他无论挂什么化身 都是枉然 发现没有佐茨这家伙 他没有回合外化身 没有回合外化身的话 就是没有防御力 大家就拼命的打他就行了 这把小胖对自己的战斗力 非常的自豪 这是啪啪啪啪啪啪 结果剩一口气 又我们来把它解决了 是吧 哎呀 就刚才杀甲曲的时候 裸摸就是两个杀 现在在杀佐茨的时候 麻烦了 这裸摸一个杀 没有摸了一个加一码 和一个闪电 真的扔了 好 我们看佐茨七个化身 有没有什么变态的化身出来 他即使有变态的化身出来 面对两个人的火力 还是有点压力的是吧 除非他要超级变态的化身才可以 好 这个佐茨挂了一个黄鹰 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了 这样的话 他想秒掉无血小胖 还是有压力的 哎呀 但是他这个貂蝉会有点头疼 这貂蝉的离间会有点麻烦 但是小胖战斗胖 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这直接一个火攻 就把佐茨给带飞了 好这把我们曹璋忠诚 这个非常亮点的地方 就是跟中瑶的配合是吧 实际上这场MVP是小胖 但是我们心中觉得 中瑶的这个作用也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最后 在最后的时刻 配合中瑶玩了一把闪电 中瑶他自己的回合 他不敢玩那个青康剑 因为会批到他下家队友曹璋 但是在我们的回合 下家变成了法阵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杀中瑶一刀 配合他把那个黑桃六的青康剑 放在排队里 把法阵给批了是吧 然后最后我们在欢乐2位2里面 手气相当给力 瞬间秒了夹许 最后两个人一起玩死了 左辞 第二场再回到一个主攻 刚才是曹璋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武将 从整体来看 曹璋这个武将是比较弱的 偶尔是有点发挥的 好 但是作为主持角 因为就是因为弱 用的人少 我放的也少 所以偶尔有他们发挥录像 我都会优先的放一放 好 大家看见没有 这回主攻是谁 所以是孙权不是曹丕 也不是孙笨 更不是非主流什么 邓爱春华怒神 是孙权 孙权 主攻 一度的军争第一组 现在已经堕落的一塌糊涂了 是吧 反而变成了一个出场率比较少的 尤其是在我的解说里面出场率比较少的主攻了 所以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犀利的孙权主赶紧给大家放放 我们刚才第一轮的制衡是错误的 唯一的一个伞怎么能制衡呢 孙权的伞一开始是非常珍贵的支援 你看现在一个伞没有 好在你下加二号位跳了一个钟 是吧 然后看三号位 好在三号位也是一个钟 否则的话这个没有伞的孙权很有可能直接被摁残了 是吧 摁残了 好 这个秦才 张一彩跟元素 这两神钟 是吧 孙权主攻如果没有神钟助阵的话 是非常头疼的 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反贼张辽 跳了一个反 草昂 跳了一个反 贾许 跳了一个钟 后面的身份就出来了 如果没有装的话 就是这么个样子了 是吧 好 我们看看这一轮反贼里面 张辽这个骚扰型的 比较让人头疼的 尤其张一彩还是回合外出牌 说明如果张一张辽去骚扰张一彩的话 那他相当于什么牌都能都有可能摸得到的 好 草昂在这个位置可以保护一下张辽 是吧 司马懿又是一个比较难啃的骨头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估计主中方会先有机会先集火成功 是比较靠谱的 好 成功找我们决斗 这么多牌 我们肯定就不跟他拼了 是吧 好 他给张辽杀心彩 张辽给了心彩一刀 果然成功的杀 溢出了这么多 幸亏我们没有跟他拼 好 张一彩又可以胜贤一轮 好 看看我们五谷要不要开 不开也行 开也可以 毕竟是两个忠诚都跟着 正在前面选 好 我们过来想集火成功 把成功跟草昂捆绑起来 杀了成功一刀 成功这这轮一个伞都没有 是吧 我们先把牌桃子给吃了 毕竟张辽在这 桃子不好随便留 即使我们吃了一个 手上还有一个 张辽待会只要偷我们 不管是偷桃子还是偷无蟹 那全是好牌 好 这个元素也来砍了 成功一刀 张辽表示我桃子多 给成功救了一个 好 看张一彩能不能枪舞继续凸 成功 先一个过河拆桥 这是不错的是吧 一定要先用锦囊 然后再去凸成功 先把他凸成致辞了 就不好玩了 哎呀 这个两点 这个两点被司马一改成八点 这么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张一彩还巴不得判大点 因为他有这个有诸葛连鲁在 是吧 那个判小点 这个对张一彩的好处就是说 那个杀不记录次数 但是既然有了 诸葛连我反正杀也不记录次数 所以说司马一刚才改的有点非常的无聊 他也说了改错了 不好意思 张一彩当时巴不得判个大点 好无视距离出杀去凸这个成功 他刚才手上这个接点的杀 结果判个两点被司马一改成八点 那个接点还是凸不了成功 好就是贾许这个蓝牌一开成功 估计神仙拦救 神仙拦救 看看他手上最后一个牌 是个9 那看来还有了救 看我们的贾许要不要开乱舞 看如果一乱的话 成功就麻烦了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鼓励刀是爆不了成功的菊花了 已经致辞了 贾许决定等一等 找找机会去开乱舞 司马一肯定是卡了 一上来瞬间就进入气牌阶段 要么就是点错了 又白白的扔了一个杀被张一采胜贤了一把 好成功这一杀 然后再用捡一码搞司马一来继续扛我们 司马一选择摸牌 这时候这司马一打的非常的诡异 咱也不评价他了 是吧 你司马一诡异的话 咱们直接把成功给收了 看看收不收得了 张辽是偷了我们一个桃子 想收成功没那么容易 好我们制衡肯定是要制衡的 配合心采摸牌 不治白不治 好 这个火宫 曹昂是比较怕这种火宫 蓝蛮万剑 决斗之类的压血线的是吧 所以说把曹昂压成一血 看张一采在一个枪舞爆发 又是一个三点 这时候司马一肯定知道不改了 张一采极其郁闷的判了一个小点 司马一如果再跟他改成一个大点 他就笑了 他这个十点是只能杀张辽 有曹昂的保护 这个张辽可以说是固落金汤 固落金汤 哎呀这个万剑启发 张辽再次判了一个黑 司马一跟他改成红 曹昂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他把八卦阵给了张辽 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我们想起了在晚城的时候 曹昂舍弃自己的马 救了他老爸曹昌的一命 是吧这样的话 这轮曹昂是换成了旧张辽自己被死了 张一采这一个爆发把成功也搞死了 但司马一却机智的反馈了张一采的连辱 这样的话张一采估计已经杀过了 还没杀过还有一杀 杀完之后就只能弃牌过了 不好意思 看来他判的点我忘记了 他刚才九点十点的杀都是不记录次数的 他好像判了一个三点 一个小点是吧 所以说张一采这武将就是bug 还能继续出杀 但是曹昂用生命 在临死之前交给张辽的八卦阵 起到了作用 好 就是贾徐已经跳泪了 这一跳泪 我们的元素就这么挂了 好 但是我们这个杀看能不能把司法艺给玩杀掉 你 有没有这个机会 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反而我们元素死了 内奸也只剩一血了 张辽的八卦阵依然固落金汤 非常的犀利 好 这贾徐又开了一个五谷风灯的 抢了一个顺手牵羊 这是要顺啥 估计是要顺八卦 可以想象是要顺这个八卦的 但是如果司马懿要干死贾徐的话 这个八卦也是指红的是吧 好 司马懿是拿了一个冰条纯断贴在我们头上 他自己又挂了一身神装 相当的犀利 那我们直接把伞制衡了 张一采可以这个圣贤一下 是吧 不制衡白不制衡 好 我们现在记录了这个五人局 内奸奸奸一息 这个司马懿奸奸一息 我们看看张一采能不能给力一点 打出一个爆发 直接进入关落二位 好 张一采路判一Q点 被司马懿改成两点 这不知道是怎么改的 是吧 这样的话 张一采如果有杀还可以继续出 这司马懿再次弄巧成拙 但是张辽手上有桃 又救了一把 这个司马懿这回打得像梦游一样 可以说是梦游一样 但是张辽只剩两血 他的这个偷牌还是比较犀利的 幸亏 我们的张一采有腾奖 张辽偷了我们一个杀 也是无可奈何 无法发挥 好 嘉许一看这个形式 没有去杀这个司马懿 没有去玩杀这个司马懿 还要继续等待一下 看看他自己能不能恢复血线 是吧 哎呀 我们就摸了一个桃子 是很不错的 可疑这两无线 全部制衡了 又制衡了一个桃子 要抢了司马懿的一个伞 这样张一采 只要有杀 再判一个比较好的点 哎呦 他挂出持有创武剑 随便出个杀 就可以把司马懿给崩了 看看 这一个杀调戏之 他一个八点的杀 如果收了杀的牌是还可以出杀的 哎呦 但可惜张聊还有桃子 这就没有办法了 是吧 他只能让司马懿再多活一轮 我们这个伞就给张聊了 是吧 反正张聊拿着伞也干不了啥事 哎 这个八卦阵是啥一声 难道是从张一采那儿偷的 哎 奇怪 又假许这个酒 没有杀 就是吓人的是吧 好 司马懿又吃了一个桃 我去 看样子 这掌会打得比较 纠结 比较胶着 哎呀 我们就换了这么多牌 要不要给这个假许的司马懿一刀 最好 不要给 是吧 哎 这个神奇的万剑齐发 这个司马懿又牺牲自己的伞 保了张聊一滴血 他自己要 在反馈 反馈啥呢 反馈守牌 我们再吹一个伞 哎 这个呛五是个三点 这个三点 他就不能无视距离出杀了 司马懿也肯定是不改了 但他手段也不一定是杀 好 张聊又偷了我们一个普杀 这个普杀是搞不了张一采 但他不知道从哪里 掏出一个方电话机来 哎呀 这真是悲剧 是吧 哎呦 这贾许掏出 有朱雀与善了 这个张一采的藤甲 就有点麻烦了 这有点麻烦了 这样的话 张一采故意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咦 司马懿要帮我们打工 干掉贾许 这 还好 贾许有伞 但司马懿也没有办法 青龙追杀了 这样我们算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他搞死贾许 我们还有点麻烦 是吧 好 张一采射行了一下 这个蓝盘是可以放的 张一采是有藤甲的 看看能不能打死司马懿 如果没打死他又反馈 就麻烦了 哎呀 他还不好 漂亮 这个司马懿终于被打死了 乐不世俗 再把张辽一乐 咱们自己就可以过了 我刚才出了杀了没 我记得两个杀还是亮着的 这如果没出杀的话 可以考虑给贾许一刀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就直接过了 把贾许干死不好不 好 这时候张辽来扛我们 贾许还是有朱雀与善 他只要有杀 张一采就死了 我们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对贾许心软了一下 其实刚才有50%的几率 可以搞死贾许 我们这一心软 在我们的这两个神钟的带领下 我们的优势也就没了 进入了阻类反 孙权在阻类反是比较头疼的 因为阻类反拼的是防御力 随着防御力高 所以就可以少受一点火力 或者是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 能够多多的生存 而孙权单挑强是强热 他的主动的洗牌能力 这种人力下 在两个反的骚扰下 是很难发挥的 他又没有任何的防御威慑 还是比较头疼的 就是为什么孙权组 其实挺讨厌阻类反的 是吧 内奸在孙权组的阻类反 机会是挺多的 因为这时候反贼张辽 肯定不会撒了巴基 觉得内奸医学 把内奸干掉 赶紧跟孙权单挑 有这样想的 那简直是太小看 孙权的单挑人力了 是吧 然后贾许内奸也肯定不会 想着撒了巴基的 赶紧把张辽干掉 跟孙权进入单挑 大家想着都是 把孙权先压制住 肯定一开始是二打一 能够把孙权压残 就把他压残 对于内奸来说 甚至都不介意 把孙权往死里压 至少压到凉血 是吧 好 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八卦阵 真是松了一口气 这个藤甲不能随便搞 因为贾许有中学与善 我们争取赶紧 把这个张辽给打死 是吧 毕竟张辽没有八卦阵 贾许的这个八卦 是很难搞掉的 这家伙有帷幕这个技能 只要搞死张辽 咱们不管一个什么状态 即使是一血两血的状态 能够跟贾许进入单挑 我们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可惜 可惜张辽偷了我们一个杀 就只能看八卦阵了 张辽却没有出这个杀 没想着把我们的八卦阵 给含冰掉 但是贾许这个猜 把我们的八卦阵给搞掉了 我们是悲剧了 好 我们这一个顺手牵羊 顺了张辽一个杀 这一杀 因为张辽散了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青钢剑就不挂了 要挂的话 桃子就必然被偷了 不挂的话 他有可能去偷我们的青钢剑 是吧 这个青钢剑暂时对他来说是个废牌 好 哎呀 下去一个九杀了 肯定是压我们了 我们是无血 是吧 这内奸肯定会压我们的 我们就把桃子一吃 是制衡了一个桃园 来了一个杀 你们考虑杀还是不杀呢 我觉得杀反正也杀不动 干脆就先不慌杀 张辽又偷了我们一个伞 把青钢剑换上了 看样子张辽手上的伞比较多呀 伞有点一戳呀 在这种情况下想搞死张辽 这没那么容易啊 真是没那么容易 哎 但是我们来了一个过河拆桥 哎呀 一个顺着切羊 顺着张辽一个九啊 拆了一个伞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啊 这又是过牌量大的孙权 一切皆有可能 这一下子搞死张辽 我们以一个四血三排的状态 跟贾许进入单挑 完全是有可能跟他搞的是吧 刚才我们跟他拼杀其实上也可以啊 不拼也行的 毕竟咱们孙权单挑来的啊 那个要诀就是稳啊 那就是稳 好 现在贾许每回合一杀 每回合一杀贾许先生还弃杀啊 那个他应该是明显的应该弃伞流杀 他有八卦阵 贾许他万一一断杀的话 那对孙权来说 瞬间就可以回复了 我们现在不怕你摸桃啊 不怕你摸伞就怕你摸杀 每回合不断是吧 那个你只要一断 我们就可以喘息过来啊 我们现在又变成四血四排了 看贾许终于断杀了啊 终于断杀了 这一下子我们又喘息了 是吧 再插了一下 变成了五血五排 贾许又断杀了啊 又断杀了 我们再一个大制衡 留一个无限 哎呀两个 还有一个红色的顺手切羊 这个一下子排插拉开了是吧 这时候一个一出刀砍一刀啊 然后把黑锦堂那个弄掉啊 这一下子有个八卦阵一挂 即使贾许不断杀 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拉开排插啊 这也是属于一出刀 就关键吸发一出了 放啊 放一下是吧 然后现在后面的就不用说了啊 孙权单挑的基本功 不用再强调了啊 我们这是又把这个贾许的这个 这个装备给拿了 青钢剑也都到手了啊 每次只要排一出就砍了一刀 排不一出就拉倒 无限留着保自己的装备 是吧 然后再每次制衡啊 制衡可惜这次啊 这个没什么搞头了啊 你看这时候 荣光盾一来贾许的这个黑沙也都废掉了啊 单挑其实就是拉排插啊 为什么孙权单挑厉害 因为他洗牌能力强 他能够这个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防锯 可以那个让这个排插尽情的拉开 是吧 同时他也可以有有最快的速度找到一些锦囊 把敌人的这个武器给破坏掉啊 这单挑你只要卡住了敌人的距离 敌人的杀废掉了啊 这个排插就拉开了是吧 好 现在已经拉成了这个样子啊 贾许已经有点撑不住的这个状态了啊 我们现在把贾许压成了两血啊 现在他又变成三血了 我们要进攻还是要防守都行啊 我们现在觉得可以进攻了啊 毕竟我们已经神装在身 贾许已经被打成这个熊样是吧 再来一刀终于拜拜了 好 这把是一个经典的孙权主攻是吧 配着后面会的两个神钟啊 跟这个反贼的较量 但是孙权这个主攻的玩法非常的啊 这个这个套路是吧 非常的套路化 把反贼气势压制住之后 内奸跳反 然后内奸这一跳反 这祖族方的优势就慢慢的被磨没了 最后进入了祖雷反 祖雷反的时候 内奸反贼联合起来压孙权 压了孙权这个喘默气 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祖师小药仗着有一次 这个这个这个摸牌神奇的制衡 终于把张辽给爆发死了啊 这一旦进入单挑 周权又是一个状态不错的一个情况 那后面这个内奸夹许就有点被玩略的状态了 怎么打都是打平的啊 好最后再放一个反贼啊 忠诚主攻都来了 好不容易该是看看反贼的节奏了是吧 我们这个主攻又是曹丕啊 曹丕主攻我说过 他算是一个综合胜率比较高的一个主攻啊 对他的出现反贼 那我们作为曹丕祖的反贼还是有点头疼的是吧 我们看着选谁的选择了于藩啊 这个于于大师狂直之士啊 好我们曹丕这一看二号位有个张文华了不用说了 肯定待会要掉的啊 先来一个万剑看看节奏 待会肯定是要有杀对张文华肯定会出杀的是吧 好这个八号位有个离魂禅啊 不知道是中是凡啊 但是他的这个身份是比较关键的啊 他如果是中的话 跟曹丕的配合是非常明显 非常的犀利的是吧 好我们看张文华果然露跳一反贼 他的寒冰剑是一个废物啊 一个无用武器是吧 张文华的寒冰是不能发动的啊 好 杀了草皮第一下被散掉了 牛邪拆了张文华的手牌 然后给了张文华一下 然后难道要密招 草皮草皮如果拼输了还是挺头疼的啊 好在有八卦阵在好 草皮拼赢了啊 十碰九啊 张文华蹬了一下 又通过桑士摸了一排关羽 跳了一个反贼好啊 这样的话 4号位的一个魏国关羽啊 这一个决斗打向这个流邪是吧 看看他能不能觉醒啊 这个关羽啊 这个我觉得强度也是一般的啊 他即使觉醒之后 他也是非常缺牌啊 也很很难发挥的是吧 但是他不觉醒他就更弱了 标关羽是属于非常弱的几个武将之一啊 好我们看这个周泰不搞关羽 就往下加搞不知道什么节奏啊 这个打的非常的这个诡异啊 咱也不管就白白的躺枪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动了啊 吃个桃再这个直言一下 又是一个桃好 徐玉开始打这个离婚禅 然后驱虎潮批 看到打了谁打了离婚禅 徐玉就是反啊 这要是中的话 绝对是打张文华 而不是打这个离婚禅的啊 这样的话我们一数 这4个反正已经出来了啊 如果没有人装的话 厂商的局面应该是这样低啊 这样低好离婚禅 其实是没有跳身份啊 他被左右加一码卡了 他也没有发动离婚 完全是说了过去的 好春哥又挂上一个对他来说 无用的古灵刀啊 换上了青龙艳远刀 这样的话他就对他还算是有点用是吧 好这时候春哥杀了一下流协 流协摸了两张牌 春哥又开了一个无中生友 拆了这个潮批的加一码 拆加一码是啥意思啊 原来还有拆 把八卦拆了比较妥当是吧 毕竟这个有八卦 流协跟潮批配合密招拼点的 有点有恃无恐的感觉啊 你既然输了都是不怕的好 流协这个决斗 我们赶紧就这个春哥 跳出自己的反贼身份 流协又给了一刀啊 看看春哥这手牌挺烂的 这要被刑伤了还是有点麻烦啊 有点麻烦看他有没有 哎呦还有酒还不错 但是别忘了啊 这边还有啊这个密招 这个流协密招春哥啊 显然想卡他的伤势 卡他的伤势 然后打这个徐玉 徐玉散了 春哥啊可能是怕被卡伤势 是吧又继续用了个追杀是吧 他应该看得出来 那徐玉绝对是他自己的自己人啊 他有可能是为了帕卡伤势 那实际上那个杀有什么好怕的啊 这搞不懂 春哥怎么想的 白白坑我们队友徐玉 一定学流协这个天命真他妈神奇啊 这摸两排就是一个伞 那我们用流协的时候 咋没这么好的运气呢 好我们看看这个周泰是怎么个搞法 是吧又来杀我们啊 这个周泰可能跟我们杠上了 好我们赶紧伞 周泰连桃子都气了 他手上有多少桃子 这啥意思啊 好我们这个铁锁连环 连起两个忠臣 这个过河拆桥 去拆这个诸葛连卢 估计是是吧 然后拆完之后我们再直言一下 自己又拿了一个铁锁连环 看看徐玉这回怎么个驱法是吧 他选择驱这个周泰 去周泰打流协吗 哎呦但周泰给了一个k点啊 徐玉真是悲剧 老k碰老k啊 这个两眼泪汪汪 好这徐玉已经吃个医学撞来了 拿了一个朱雀雨扇漂亮 这一个九杀可以让这个这个祖宗方掉四血 哎呀这个流协 这一次的天命没有什么发挥 是吧 露摸两排 那这样的话这两排会形伤到曹丕手上 但这个貂蝉也会掉两滴血 看他死还是不死是吧 貂蝉表示不行了啊 周泰刚才是气过一个桃的啊 表示那个肯定还会再有桃啊 这时候不会让貂蝉再掉下了啊 再倒下了啊 祖宗方已经比较劣势了 好这个貂蝉一个爆发 拿了张 拿了关羽的牌 然后这个借刀杀人被诬陷了 然后他又去顺这个曹丕啊 因为顺不到这个循运 顺曹丕之后 周泰还可以来个奋机是吧 这一套组合拳打的还是很犀利的 哎呀 这个神器冠师府一亮啊 这个春哥估计要玩的节奏啊 如果伤势没有什么好牌的话 又会被曹丕给刑伤掉啊 插了一下 曹丕现在已经手握11排啊 待会13排启动 非常的厉害 好这个貂蝉把牌全部还给了关羽 他冠师府为什么不还 这冠师府赶紧还呢 他可能觉得冠师府对冠羽来说是红牌啊 这个还了也是当个杀 但是对自己来说 这个冠师府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他已经翻面了是吧 好这个曹丕就强调了 冠羽的青龙夜远刀 想保护一下这个离婚禅 然后把慕容玛给传起来 直接给离婚禅 直接跳过周泰了 这时候他要的就是保离婚禅的命 但他那个火攻实际上可以考虑 火攻自己把离婚禅给翻过来是吧 当然他不这么做也是说得过去的 因为他想尽量的打击反贼啊 这完全是可以的 好现在徐玉已经倒下了 反贼方这边麻烦了啊 已经进入五人局了啊 这时候我们赶紧希望内奸站队啊 内奸再不站到我们这边 后面就没法玩了 只要有内奸站过来 咱还是可以玩的啊 这个余帆的回复能力啊 这个这个打残局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单挑也是比较强的是吧 只要内奸及时的站队 哎这个周泰就来站队了是吧 内奸站了队一切都好说啊 一切都好说好 这一个杀看看能不能把灵魂禅给带飞啊 如果带飞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杀有点着急啊 我觉得没必要 这家会被翻面了啊 这是用不着啊 这这样啊 这样打死灵魂禅之后 曹匹这个刑伤啊 这个关羽比较危险 因为他刑伤了这个冠石斧 第二如果你不打灵魂禅 撞回来该周泰动的时候 他又捡一马 这一杀会由周泰来完成是吧 这是可以给我们自己省点力气啊 好这时候关羽被打得奄奄一息 我们给了关羽一个人王盾是吧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关羽又杀不到这个曹匹 只能帮我们压压这个内奸挂上这个人王盾 但人王盾刚开始的时候 不一定有太大的作用 因为大家开始 大家手牌比较充裕的时候 掏出一个红砂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关羽也就直接被干掉了 现在激怒了主内反 这个主内反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有利啊 不像那个孙权那个主内反 大家都知道 肯定反着一根内奸联合压主攻 现在是曹匹的主内反 那就不一定了是吧 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这时候明显的是内奸 跟这个主攻都有可能想吃掉反贼 因为在内奸眼底 单调曹匹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度 是吧 在曹匹眼底自己通过行商 起了一身神装 这个要搞要单调谁 也不是特别大的难度 这时候周泰比较怪 他可能觉得曹匹神装比较犀利 没有去压反贼 反而去打曹匹 这样的话 这有点对我们的反贼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内奸在周泰这样的内奸 居然忌惮跟曹匹单调 当然曹匹这个装备 也确实也有点让人忌惮 对我们内奸反贼来说 这就是机会 这是极大的机会 是吧 你周泰不愿意单调曹匹 我们来 我们来单调曹匹 我们来打内奸 看看我们知道周泰 他可以承受很多的火力 这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打下去的 结果曹匹不给力 看着周泰被打成这样 又来杀我们了 这个阻雷反就比较奇怪了 打得非常的诡异了 这个逃云结议 还救不让我们回血 咦 大家发现没有 这闪电不知道是谁挂的 这是因为余帆 可能出场率也不高 还是怎么遮 是吧 大家居然对判官都不了解 像新出来几个判官 一个是张鲁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还有一个是余帆 千万不要不知道 这个闪电 这是谁挂 就有点作死的意味了 是吧 还有那个中瑶也是的 我们直接通过我们的重拳 把这个黑陶八放在排队里 啪了一下子 把潮平给劈死了 是吧 这个闪电好像是内奸挂的 周泰 他觉得他比较硬朗 不怕闪电劈 但是你别忘了 常常有判官 你不怕劈 主公怕劈 是吧 一定要记住 判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属性 你不要只认识张角司马懿 这两个判官 是吧 还要再多一点认识一个诸葛亮 大家记住 还有中瑶 诸葛景 张鲁 虞帆 这帮人全是判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